其實中間人,因為他的過程,這個角色很負責 最初的那個頭幾,最初第一直到第一 就頭頭的這幾直 因為他要演的時候要很準確 就不可以有一些什麼偏差,如果一偏差的話可能就會不好看 或是毀了整個劇本跟角色這樣 所以再投入了,投入不是很難投入 但是一旦投入那個狀態 在拍的那段時間我就不敢抽離 就算是中間有放假有一兩天假期 我也不敢從這個角色走出來真正的放鬆 就一直在就帶著那個狀態 然後就等到戲拍完了 真正拍完了 才做完我平常生活的我自己 所以如果你說困難是在這裡吧 這個是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戲演好了觀眾喜歡了就是開心的 那邊看 那邊看 感谢观看